66. 證券時報 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陳言 用資本整合分散內容製作產業 2015年7月27日 創業資本 A04. 李明珠 證券時報記者李明珠 在文化產業投資報局上 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 以下簡稱華人文化 可為經驗豐富 業內介資 華人文化更擅長投資跟電視台相關的娛樂內容產業 一度大紅大紙的中國搭人壽 舞臨大會 中國好聲音等節目引進和製作商產星製作 即屬於由華人文化出資成立的星空華民傳媒公司旗下 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董事總經理陳言向正圈時報記者表示 媒體娛樂 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 以及生活方式三大方向目前都處在封口上 具體到媒體娛樂者的大方向 從上游的內容產生 中游的推廣發行到下游的內容消費 全產業鏈上都有許多可待發掘的投資機會 其中上有內容類別包括電視劇、娛樂節目、電影、音樂、體育、網絡遊戲等 下游消費渠道包括電視、PC、手機、電影院、現場娛樂、智能硬件等 中間環節包括市場推廣、發行出版、交易付費等多個方面 陳言介紹 以華人文化所投資的國際領先的電影技術公司MX為例 他們和中國電影產業深度合作多年 再為中國觀撈媒與質觀影體驗的同事 也同製片方、發行方和影員一起享受到了中國電影票房快速增長的紅利 由此延伸 我們對基於快速發展的原硬件技術所產生的各種新興的內容消費場景及活動體驗也十分看好 文化產業近年有大量資金流入 各路資本競相追逐加速了行業的發展 但同時文化產業的整體發展水平和其他國外發達市場還不夠成熟 在投資中有面臨一定挑戰 文化產業很多是和內容創意相關的 在內容製作領域做投資的很大挑戰之一 是如何去判斷目標公司是否能夠持續不斷地生產出售消費者歡迎的 內容產品 陳言指出 未來能夠持續不斷產生好內容的公司將繼續視投資者關注的焦點 他認為 產生好內容的手段除了人進國外版權之外 還可以通過投資 合資的方式和國外優質內容公司共同開發適合中國消費者的優質內容 進而提升國內媒體娛樂行業整體的製作水平 另一方面 利用資本的手段對目前營救分散的內容製作產業 進行整合也是未來的趨勢之一 進行 進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